大家好,今天是武汉封城的第十天 然后呢,我们现在是打算下来去采购一些蔬菜和物资 然后这是我们的小区 然后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人 每天这个操场上都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玩 然后今天,然后自从封城之后 这里基本上每天一个人都看不到 这个是我们小区进门的地方 然后我们小区的物业是每天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 在这里给我们测量体温 这是我们楼下的超市 它就在我们小区的旁边 然后现在超市里面是不让进去了 必须要测量体温才可以进去 然后现在超市里面人稍微有一点点多 所以现在外面有人在外面排队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超市里面的人非常的多 然后呢,这边现在还有青菜 如果来晚了,这边的青菜估计就买不到了 就已经没有了 非常多的人都在开队 基本上大部分菜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物资还是相对比较不缺的 都在买肉 大家都在买臭 大米啊,油啊,基本上也都有 我们现在从外面回来之后呢 必须要用消毒液 对所有的东西进行消毒 然后需要对眼镜进行消毒 衣服呢,要把它挂在阳台上面去通风 也要喷,消毒液,把它消一下毒 正在跟爸爸一起摆积木做火山 就是做火山是不是 跟爸爸一起做运动 实在是太无聊了 在家锻炼身体 我不行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